佛光教大帝法西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宇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 日前在佛光山金光明寺 举办第五届的人间佛教发展研讨会 还有会员大会 透过讨论 传递佛寺管理 还有信众分工等等的知识 让佛教的信众们能够更加普及 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 举办会员大会 以及第五届人间佛教发展研讨会 邀请全台教团 四院佛学院总共250位会员代表 前来参与研讨会 针对佛教四院管理 僧众以及信众分工等议题 进行讨论 整个佛教未来的发展 无论在管理的层面 人事财务 或者是推动的未来的一个传承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挂心 借着这个平台 我们也交流着各个教团 彼此的一些丰富的经验 那么也在这里 找到一些成功的方法 研讨会邀请中国佛教会理事长 静耀法师 法谷山果冬法师 与佛光山会传法师 针对佛教信仰传承进行探讨 各僧团都遇到佛教徒老化的情形 也被提出来讨论 佛教人口老化 青年没有传承长辈的信仰 这个部分是针对我们佛教徒 我们佛教徒 我们自己的子弟 到底有没有信仰佛教 我想这个事我们必须要提出来的 而佛教传承最重戒律规范 如何让大众接受僧团 以及戒律遵守的重要性 在研讨会中也被提到 希望透过研讨会交流各教团经验 分享心得让佛教能更加扩大 大家觉得佛教管理这部分 还是蛮需要的 所以包括我们这个人事的管理 财务管理 以及我们每个地方的管理理念 还有这个僧团的管理 包括还有包含这个信仲等等 怎么样来做一个教育来培养 也有关各方面的一个人才 所以这次我们就是 以这个佛教管理命名官 作为一个主题 透过联合会连接佛教僧团 集思广义解决面临的问题 目的是希望让佛教能够更加普及 人间卫视新北市综合报道